工程部高级部长法迪拉表示 重组大道公司和收费以减轻人民负担的举措 不是前朝西蒙政府的功劳 他说国政政府在16年前就已经进行大道公司的重组谈判 马新社报道法迪拉今天发文告说 工程部自2002年便着手处理收费战课题 也就是西蒙在2018年执政的16年前 他说时任国政政府当时决定由工程部协同其他政府机构 与大道特许进公司谈判重组大道收费 特别是主要大道 而且是取决于大道启用后的车流量 他也说重组是持续举措 确保人们不会蒙受高额过路费的负担 法迪拉也列出过去多个重组的举措 例如2007年重组龙普大道的收费维持至今 甚至在1993年到2018年期间也废除了多个大道收费战 昨天西蒙主席理事会表示 伊斯曼政府宣布四家大道特许进公司重组 西蒙为此鞠躬 因为伊斯曼的宣布是西蒙在2019年10月的内阁决定 接管相关大道的议决 如今的宣布是延续西蒙的政策 西蒙还表示 如果西蒙能够执政超过22个月的话 将得以实施更多惠民的政策